今天,有一名叫做《老板编块面包圈》的美帝网友发现,热火球员维特斯和詹姆斯·约翰逊在他们的INS主演,删除了所有和热火有关的图片。 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? 结合之前麦埃尼先驱报的报道,怀德赛德、泰勒约翰逊以及维特斯,已经被热火摆上货架,看起来,两人似乎已经做好了离开麦埃尼的准备。 其实对于热火来说,维特斯和詹姆斯·约翰逊的产出都挺不错的,维特斯上赛其音商只代表球队打了30场比赛,全部首发。 场均出战30.7分钟,可以得到4.3分2.6板3.8支柱,而JJ代表球队一共打了73场比赛,其中41场首发。 场均出战26.7分钟,可以得到10.8分4.9板3把柱,但是,热火背负巨大心肌压力,他们阵容中没有哪怕一名超局,却已经连续两个赛器都是新斯托识的球队。 读书不禁想问,莱里,你是怎么敢活的?不吹不黑? 以莱里当年对维德的做法,热火没有谁是非卖品,因为维特斯和詹姆斯·约翰逊同热火仍有合同在身,所以他们唯一的可能就是被热火交易。 此前,知名记者Zack Lowe,报道,火箭一直在与热火接触,商讨关于莱恩·安德森的交易。 今天看到山INF的这新闻,相信火蜜没有兴奋起来,窝火上将安德森不知可否一换。 然而,火蜜那边虾,也在密切,关注着,我狐连出一个邓鹰桥,换你大白鞭,相信邓回到热火还会发灰热。 这就有意思了,简直让人想入飞飞,不想连篇。 在火蜜们看来,他们已经领先一大劫,因为莫雷已经回到修城,而且据悉保罗在INS关注了JJ,而JJ在推特上关注了哈登。 不说了,13号窗的火蜜又喊着要掉多三瓶葡萄糖,欧佛慈悲,我和Shan's你俩不管谁都好,赶紧了解一下,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,95.27%的人都在金月头瞧看篮球有毒。 回复,女球迷带你开车带你飞,你懂的,本周回复球星还可获得球星T恤,仅限实名。 回复,女球迷带你飞,你不想再讲一次,我是想的吗? 你在那边起来会,我身边回复球星T恤,就是有趣,很开心的故事。 好朋友,我好朋友,我割定的情细,现在的情细。 女球迷所在密 faculty的天赏,不停众带你飞岁,谢谢你。 回到镇下来,知道我感觉就被一旦有户的旦处的。 最新规定也是。